梳花公路受创非常严重 尤其是下清水桥这个部分 根本就是让花莲往北的交通全部中断了 而经过公路局的紧急抢修 初期是利用日治时期的旧桥来抢修 抢通踩钢便桥 开辟二端引道衔接道既有公路 预计在6号的晚间6点钟 就可以开放小行车通行 而4月7号到4月30号 每天是放行三个时段 隧道口前方桥梁断裂 好几辆车差至几公尺就要坠入山谷当中 而这条路桥清水桥就在花莲重要的另外道路上 我们眼前的这个大清水隧道的这个桥墩 是整个往下塌陷25公尺 可以说是整个是往下塌陷非常的严重 可以看到当时候有许多的电缆线 以及所有的巨石当时是一股脑的冲了下来 清水桥被落实完全摧毁 但往旁边仔细看 树丛还有一座小桥 而这座桥的历史可需要追溯到日治时期 黑白照片里的路桥不同于如今 被树丛掩盖遗忘 坐落在山谷边早在1930年左右就已经建造完成 照片里更记录了1970年 当时工人在山谷边搭建清水桥桥墩 运用木头一步步完成结构 而在旁边的就是日治时期的老桥 尤其有些人其实是要来刚扫墓的 但因为遇到了这个落实的情况 扫完墓想要返回台北却都没有办法 高兴当时虽然车辆无法通过 但靠着旧桥仍然可以通过这一段路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则表示 台九线是旧苏花糕跟苏花改的共用路段 沙青水桥断掉就一定没有替代道路 希望能在晚上6点以前 多将古桥护栏拆除 加装钢梁成为交通便道 网友得知居然在这么重要的路桥旁 居然还有日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迹 感叹没想到旧桥还没有坏掉 惊讶地说现在才知道有旧桥这个东西 原来左侧还有一座上一代的桥 更有人寻找资料 发现日治时期的旧桥没有名称 只能说新人留下的汗水 事隔90多年居然还能因此得到方便 据者最好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